美國一個胖男人 體重逼近三百公斤 為了完成補欺遺願 結婚生子 他努力秀身成了大帥哥 但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的他 後來能夠擺脫胖宅男宿命 走上沉潭嗎 俗話說 小時候胖不是胖 但美國這個小男孩大胃 卻因為愛吃成癮 從不忌口 像顆不斷充氣的氣球般 無止境的腫脹變大 對 我覺得他有嚴重症 我認為他有嚴重症 青春期體重一發不可收拾 直逼三百公斤 活像個吃肥的中年大叔 飽受同侪欺凌性虐 17歲輟學後 醫生提出嚴重警告 若他在不控制飲食 恐怕只剩四年壽命 但他無法抗拒誘惑 寧願在美食天堂裡 度過餘生 直到現在 我的生命都沒有任何 我吃了 我睡了 我看電視 那就是這樣 就在自暴自欺的同時 大胃的媽媽突然嚴正過世 母親臨終前的最後心願 一直在她耳邊回蕩 她一直說給我 David 我希望你活著 I want you to be happy I want you to have a girlfriend and someday get married 為了完成母親遺願 大胃決定甩開二十幾年來 形影不靈的肥肉 她特地找來私人健身教練 展開壽生大作戰 I plan to stick this out to the end I mean until I'm normal 黃天不復苦心仁 兩年過後 大胃竟然成功減重186公斤 但全身上下鬆垮的皮囊 卻讓她胸於賤人 我沒有性格的生活 因為皮膚會穿著我私人的地方 我好像一隻蚊 二樓 歷經三次手術 大胃切除多餘脂肪 而且勤練健身 現在的她 不再是女孩們 畢而遠之的大肥老 反倒成了身材壯壽的大帥哥 出身至今大胃不曾有過異性朋友 現在減肥成功 她積極尋找真愛 第一步先上相親網站 她很可愛 很美的笑容 鎖定一個正妹 她鼓起勇氣相約見面 但是胖宅男的背景 讓她越越欲試 卻又堪忑不安 第一次外出 我非常激烈地外出 因為我看起來 Kris 幾杯黃湯下肚後 朋友開始幫大胃指點眼睛 傳授幾招追女孩的小Pickball 大胃信心大增 Jenny掌揽女生 實力演練一番 所以你會跳舞嗎 我會 我可以 我可以說可以嗎 對不起 我必須要做這個 沒關係 我可以吃 我的天啊 大胃跨越心理障礙 反覆練習 只求在聯誼當天 抱得美人歸 這一天 滑燈初上 聯誼之夜正式登場 單身男士 必須拿手上的鑰匙 解開女孩們心中的那把鎖 看著其他男士 從容自在烈焰循環 大胃卻緊張到手足無措 只能猛灌水 緩和緊張情緒 終於相親網站上 那個招絲目響的女主角 偏然出現 大胃眼睛微之一亮 鼓起了勇氣主動攀談 嗨 我是David 嗨 Posephan 你怎麼說 Posephan Posephan OK 跨出第一步後 兩人相談甚歡 他先想就是他了 這女孩應該就是他 奉昧以求的 人女天女 它失敗了 抱歉 沒關係 我忘記了 但是 一不小心弄搶沉桌 大胃嚇得臉紅心跳 幸好珍貴的電話如願到手 後來的一通簡訊 打開了彼此封閉已久的新闻 我沒有擔心 要去旅行旅行 經過幾番折騰 大胃終於告別單身 交到人生中的第一個女朋友 但這短短一年 他還是克制不了苦腹之欲 又富胖了113公斤 變回從前那個胖男人 這一天 對著鏡頭 大胃坦然說出 深埋內心的擔憂 她的支持是我的世界 我非常愛她 我知道我把她過了很多 但她在我旁邊 她在我旁邊 在我旁邊 大胃覆胖後 失去了英俊挺拔的外表 重拾的信心也消失殆盡 現在身邊只剩唯一的摯愛 依然對她不離不棄